女子恋上富二代却被其殴打至流产,逃亡二十年终报仇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悬疑密码2》《野鸡杀手》。 在一天雨夜中,警察局里正开着派对,一群警察欢呼缺烈地庆祝着,其中一名叫做卡尔的警察出来透透气。 这时有一位陌生男子冲上来,请求卡尔调查,发生于几十年前的一起命案。 本来卡尔不以为然,但第二天这名陌生男子却割完自杀了,这给卡尔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触动。 于是他便开始调查这起案件,本来卡尔的搭档还极其不理解,因为警局还有无数案件没有侦破,他不明白卡尔为何偏密要挑中这件命案。 看在卡尔特别坚持,搭档便随同一起调查,案件的主要内容是许多年前,有一对兄妹在自家小屋惨遭杀害,虽然凶手自首入狱,但仅仅被关了三年就出狱了。 这让卡尔觉得一点重重,他跟搭档来面见这位凶手。 但经过重重调查和询问,卡尔认为真凶另有他人。 于是他便前往警局,找到以前这桩命案所调查的资料。 发现有一位名叫吉敏的女子曾打电话报过警,与其还十分慌乱。 后来在调查另外一起奸杀案的时候,卡尔意外锁定了真凶,她的名字叫做帕姆。 帕姆是生活在上流阶层的富人,她为人极为狡诈凶狠。 在知晓妻子出轨他人后,帕姆直接联合同伙将其打伤。 平时做事情相当恶劣,其实帕姆正是那起命案的真凶之一。 在得知警察重新调查那些案件后,她便命手下去寻找吉敏。 帕姆跟吉敏曾经有过一段不可告人的往事。 两人在学生时代是恋人关系,吉敏深爱着帕姆,但她只是在玩弄着吉敏。 那时的吉敏不太合群,帕姆是她唯一做朋友的学生。 两人最要读的是一所贵族学校,不过帕姆本性恶劣,她还是学生的时候,做事就十分嚣张,经常殴打学生,还整天沉迷于吸毒喝酒。 吉敏作为帕姆的女友也经常参与斗殴,打伤了很多无辜的学生。 那年其实吉敏也参与了那起命案,但事后她觉得事情开始往坏的方向发展,于是慌乱之中便报了警。 值得一提了时,那时的吉敏已经怀了帕姆的孩子,为了不让女友坏了自己的好事,帕姆便带着同伙打伤了吉敏,还导致她流产,至此之后吉敏便失踪了。 天文警察在重新调查,帕姆第一时间就寻找吉敏的行踪,因为他知道吉敏落入警察手中,自己可能会遭遇牢狱之灾。 另一方面流落街头的吉敏得知帕姆在寻找自己,于是便赶紧跑回家中,谁知还是被帕姆的手下给发现了。 好在吉敏反击打伤了前来杀害她的凶手,慌乱中逃走了。 中途他遇见了卡尔,但吉敏不相信卡尔是警察的身份,还打伤了卡尔,直接逃走了。 在调查的过程中,卡尔意外发现警察局长跟帕姆勾结,于是他跟搭档便告知了警察局的高层,获得了警力上的支持。 吉敏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,同时为了赎罪和复仇,他先是梳洗了一下,化妆过后去寻找帕姆派来杀他的凶手。 最终吉敏逼着杀手跳下了楼,随后他便前往帕姆的家中,准备进行复仇的最后一步。 但吉敏却实在下不去手,因为帕姆给他造成太大的心理阴影。 同时他还听到了警笛声,虽然匆忙地逃走了,但还是意外地被警察抓获了。 没以为吉敏能成为证人来指控帕姆,但无奈帕姆加大业大,身处上层社会的他通过关系链将吉米送入了监狱。 不过卡尔却依然不放弃,他希望能让吉米洗刷冤屈,同时也让以前的那宗命案真相浮出水面。 于是在吉米的告知下,卡尔得知有一名凶手有收藏癖,刻不容缓,卡尔跟搭档便前去调查,但却无奈被帕姆和同伙抓住了。 醒来后身处一个小房间,就在卡尔要被杀害之时,吉米却出现了。 原来他趁预警不注意,袭击警察成功从监狱中逃脱了出来。 这次他坚定了决心想要将帕姆复仇,他手持长枪前去寻找帕姆,从背后将他打晕。 帕姆醒来后发现双手都被反绑。 吉米往他的身上倒满了汽油,卡尔及时赶到,劝说吉米,让法律来审判帕姆的罪行,但最终吉米还是点火了,帕姆被活活地烧死。 另一名同伙也被卡尔的搭档击毙,多年前命案的真凶都命丧皇权了。 第二天,电视新闻争相报道着帕姆及其同伙的罪行,宣告命案被侦破,虽然得到了好的结果,但卡尔的心理却久久不能平静,因为这场案件背后的故事实在让人听着都觉得心寒。 鲜血地上躺,三人漏冷笑,时隔许久年,愧疚藏心中,金虫浮水面,荒则难掩饰,恶人终得报,一切归尘土。 犯下的过错永远不能被磨削,身处充满泥雾的潭水中,想要从中挣脱出来唯有浮出血的代价。 化身为惨剧中的女主角,心怀怨恨和复仇之心,动用武力对抗邪恶,生离死别,在所难免。 所有悬疑的故事背后都藏着一段密码,等待正义之事将其解开。 真相大白的时候,一切的污浊人性浮出水面,令人生厌,同时也惧怕于她,生怕被吞噬、污染,加入恶人的行列。 断了翅膀的鸟儿,即使痛苦不堪,也要报复伤害过她的人。 结果也许并不完美,但内心的纠结却能得到完美的释放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,我是黎哥,原作登展,照亮你心。